陶炎明先生学的那个桃花园应该是这个苗族 他们住的这里有坚实的桃花园 我是这么想的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园 日本摄影师竹田武史心目中的桃花园 是位于贵州省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 丛江县的巴山苗寨 这里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 时至今日 村里仍然保留着佩戴火墙 镰刀剔头 击败古术等古老的生活习俗 200年我在贵州大学留学 因为听说苗族人的生活文化 和日本的生活文化有很多的相处 比如吃大米的 吃鲁笙的 吃暗鱼的 我们日本都有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苗族生活文化 2001年我第一次来到巴山村 见到滚拉王 他很说很流利的中国话 你好 你是从哪来的 日本 日本小伙子 欢迎欢迎 我看他的头 还有一个花季 他穿的那个衣服 也是都是自己蓝布做的 所以我对这个村的生活文化 很感兴趣 自2001年 一年四季 每一个动人瞬间 那个时候 我来到巴山村 他们都很像家人一样的 他们去散播的时候 一起去 他们去金水那里 洗衣服的时候 也一起去洗衣服 冬天 很冷的时候 有火汤嘛 大家都来这个火边 烤火嘛 很快乐的 2015年 凝聚了竹田十年心血的 《桃花园记》 与巴山村村民的十年一书 在日本发布 这本书如同一股清流 注动了无数读者的惊险 如今 时隔十年 竹田武史再一次来到贵州 这一次 他以2024多彩贵州 第17届中国原生态 国际摄影大展 主兵国参展摄影师的身份 重返巴山 并将20年前 在苗寨里拍摄的村民们 一年四季的生活与劳作场景照片 在村里展出 来到这个村 每次很多人都叫过 但是我一次都没有 给他们做什么的 那这一次我给他们 回一个礼物嘛 新米节荡秋千 秋收糯米 卢生节斗牛 平凡而又温馨的画面 吸引村民前来参观 看着一张张照片 竹田武史不禁感慨 时光流逝太快 那时候我拍的孩子们都已经结婚了 以前他们天天去井水那里 洗衣服 还有跳水过来 还有洗头发嘛 现在就都是自来水的嘛 还有以前的话 他们去散坡 都是走路去的 每天早上很早就去散坡 带一个放火 六点七点才回来 现在的话他们用这个车路 开三轮车 早上去干一点火 中午之前就回到家 吃个午饭 休息一会儿 三点四点 感觉到凉快了 又去提天 看水啊 干点火 又回来 此次重返巴山苗寨 竹田武史脸上 总是洋溢着笑容 他用流利的中文 与相熟的村民寒暄 随他们上山 拍摄他们劳作 时至盛夏 巴山苗寨正迎来旅游旺季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络绎不绝走进寨子 村民们劳作之余 会在寨门迎宾 独生场表演 农家乐待客 逐天午时 一用相机 记录下他们的新生活 他们旅游开发 我觉得还是很好 他们一边可以 在自己的村里 做生意 赞钱 一边他们还有田 可以干活 可以自给自己 他们现在的生活 是我觉得最理想的 滚之书 我这一次看到了 李游团来的话 他就接客 给他们讲 村里的故事 他们年轻人 也一边有他们 在这个村里学到的思想 一边是从 在外地学到的新生活 外面的生活 他们都知道 但是他们还是 自家乡的传统文化 把这个外面 都吸收在自己的心里面 自己平和 这样慢慢慢慢地 用自己的手 自己的脚 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 我真的很佩服他们 巴沙人质朴的生活 常让逐天无始 心生感动 他坦言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 容易让人迷失方向 来到巴沙 疲惫的心灵 得以宁静下来 你一直都在强势里生活 有时候也会迷路的 天天在工作 天天学习 到底为了什么 但是一看到他们的生活 就 我又可以回到 内心的桃花眼 所以这个地方 对我很重要 对我的人生 对我的一辈子很重要 我在日本的生活 有点累 感觉累的 那我就回到这里 带着一点时间 心情也又开心 又回去日本 过生活 这样就很好